針言第31章第10节 才得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所以你要看是很讽刺的 刚才我说的这些会在电视里面 你会见到的台词 但你不会见到一个婚姻当中 一年会出现一次 你说是多悲哀呢 但问题是很多人的人生已经结束了 从来未发生过 太太从来未为丈夫做过一次 然后她会觉得她是基督徒 她会有很多祝福 她会怎样怎样 上到天堂会怎样怎样 你身为神创造你是个女性 其实你有做太太的责任 就好像等于神创造一个男性 她亦有她自己的责任 你知不知道 但问题是这些责任我们不从圣经去看 然后我们从社会当中去学 你会看到典型的 在外国很多所谓基督徒 仍然一样游泳 穿比肩尼泳衣 很大胆 我说是基督徒女歌星 直接是罗泳 明白吗 这些人是禽兽不如 他们直接忘记了 实际上还有个神 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成功了 已经是歌星了 所以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你要看到一件多悲惨的事 就是原来近代 她太过将一样东西所谓女性的尊严 她建立了在很多所谓职业女性的身上 甚至在一些叫做太太的身上 她为了这些可以说 完全不应该属于她的尊严 她宁愿死都不肯说这些话 她宁愿死都不会作这些改变 她觉得有得分吗 所以有一点我想给姐妹知道 就是千万不要拿起一些 不是属于你身为太太的所谓尊严 比如我回到教会当中 我是牧师 我有尊严的 你们经败赞美神 我什么经败赞美神 但是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牧师 就是回到职会当中 在弟兄姊妹经败赞美神 领思经败赞美神 牧师去打游戏 去聊天 我见过一些只闲眼训练 她当自己是什么 她拿起一些根本不属于她的尊严 但是现在今时今日 你会看到女权运动 是导致很多太太拿起 根本是一个不属于她的尊严 她不会觉得要在丈夫面前失威 她不会觉得 她在丈夫面前发脾气 是有罪的 或者你会听到我这句话会很耿耳 所以我在逐节逐节解到这一点的时候 首先我给了一点你要认识 其实姐妹 我告诉千禧年里的姐妹听 姐妹我想给你知一个事实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 当你在结婚这么多年 我不管你信了主一百年也好 我当你信了主一万年 救命一万年救命 有没有人信主一万年呢 人类历史也没有一万年 但我当你信了主一万年 当你信了主一万年 在之前做过很多这些所谓善事 好的东西 为神服侍 回到教会做 但是在今天你对你丈夫发一次脾气 你那一万年的所有奖赏都全部消失了 所有果子都全部消失了 所以你如果还说拿起一些所谓不属于你的尊严 你想想你多危险 你在信仰当中 究竟你为了什么呢 你是只有一个吉 你知不知道 或者你觉得 哇又说你这么说 是不是真的 很简单 因为有一个原理 原来在历史上给我们知道 原来当我们对神或者对主 就是主耶稣 你向他发脾气 向神发狼礼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会怎么样 在历史上给我们看见 每一次 神都会忘记我们过去的奖赏 然后即时会审判我们 你知不知道 那个可以是主耶稣 可以是神 也可以是神定命了 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领导 例如她是丈夫 这个原则是从来都是不灭定下来的 是一定的 即是换句话 我想你知道 弟兄姊妹 原来一个太太 对啦 她有很多藉口情绪化 但你每一次发脾气 你将你之前所有在神的面前 掌赏所谓的封公伟绩 一次过cancel了 所以你会看到 譬如以利亚在神面前发狼礼 神即时跟她说 行了 是这么多了 于是要去高尔丽莎 带了她的侍奉 而事实上你会看到 皮举的例子 米利亚 就是摩西的姐姐 因为阿伦和米利亚是摩西的哥哥姐姐 他们在神的家当中 一个是负责敬拜占美 一个是负责做大祭司 但当他们在背后说摩西的坏话的时候 神直成一次过把米利亚 所有以前所谓的封公伟绩都禁止了 并且立即要她还大麻风 你知不知道 而这种现象 你不单只见过在这个米利亚身上 我们所说的最出色的参孙 是我们所听过 这个人因为骄傲 所以她于是乎跌倒了 但我们有没有想过 世上有男的参孙 亦有女的参孙 你知不知道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原来我们干犯了 神所命定这些掌管者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神要我们看那个是我们的主 甚至说这个你当他是主耶稣 看那个是耶稣 就是你的丈夫 就是太太来说 这个就看是你的主耶稣 你想想如果 如果 你向主耶稣基督发狼礼 发狼礼 发怒 骂他 骂他 骂足一个小时 我想让你知道 究竟你想想 你的救恩是否危危苦 即是问心那句 我真的问心那句 我问回你 你自己亲自想想 你全个小时 或者全日 不要说全个星期 或者全个月 因为很多太太可以生气 老公 生气更久 我告诉你全日 或者不用了 你真的一个小时 你对着耶稣 不断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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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了你的脾气 你猜 你过去服侍主耶稣基督的奖赏 是怎样算的呢 你猜 你的救恩是怎样算的呢 你有没有想过呢 真言第三十一章 第十节 才得的苦人 谁能得着呢 他的价值 远胜过珍珠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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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